周文新说以史为尽 周文新说谈古论经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走进周文新说 今天我们演播室继续请到的是 安徽苏州学院教授 燕华智 燕老师你好 你好 咱们继续来继续苏州这个话题 咱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说到了 在苏州这个地方聚集了很多的文化名人 那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苏州的历史上 近现代时候发生的一次非常有名的战役 淮海战役 我们来讲讲苏州跟这个战役之间的一些故事 燕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当时的这个军事背景吧 为什么会把这个苏州作为主战场呢 当时呢抗战争已经是第三年 胜利以后第三年了 国共战争已经发展到决战的关键时期 蒋经事一开始 蒋经事那种联径也被打破了 蒋经事不得改为全面防守 全面防守呢 这个共产党为了进一步的加快 消灭蒋家王朝这个进度啊 就决定组织 淮海战役 一开始也没想到 淮海战役能打这么大的战争 他就觉得这个战争呢可大可小 后来由于数据的建议 所以说这个地方可以大肆大涨 因为徐蓬会战是中原级的核心部位 而且呢蒋介石把他的大量军队 后来发展到八十万军队 集中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 抓住机会 歼灭国民党的主力部队 比如说从哪地方开始 周恩来提出一件 苏州是战略重地 先进国 叫淮海战役 这是我们的说法 在国民党那个角度啊 台湾出的这个历史啊 它称为徐蓬会战 徐就是徐州 江苏的泵就是安徽的泵部 而徐州离这个宿州 泵部离宿州 距离差不多 就是说宿州呢 是作为徐蓬会战的一个终点 如果按照国民党的部阵来说 徐蓬会战是个长蛇镇 徐州相当于他的长蛇的七寸 是个关键的咽喉部位 所以如果把宿州作为主战场 就等于切断了他的攻击线 掐住了长蛇的七寸 魏城 邓小平 陈怡 肃玉 谭振林 那都是中国的有名人 有的是元帅 有的是大将 有的是上将 指挥下呢 把他们全部都见面了 全军父母都见面了 那东一鸣被俘虏了 黄卫被俘虏了 黄卫他被打死了 最后只逃跑几个副手 所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战争 最大的这个战役当中 宿州这段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呢 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 给刘备成 邓小平 苏玉 专门发了几份电报 其中讲到 直击苏州 切断徐蹦路 那毛泽东他是个战略家 他看得很准的 切断苏州以后 公断苏州以后 整个全军局面邓氏改观 结果呢 当时是三重队司令员 陈锡连 受到这个刘 邓 还有他们的部署啊 就亲自指挥 具体站着怎么进攻 然后呢 副司令员叫刘昌毅 他带军队进去打 这个军事家 他进完后来打败了嘛 他也知道宿州很重要 他就在这里安排了 一个宿州一个小县城 安排了一万三千人 安排一个国民党的中将 在守宿州 叫张静武 这个人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那打仗也是很有一套的 也是非常自负 而且蒋一世给他的武器装备 非常精良 蒋一世记忆的宣望也很大 但是后来呢 那毕竟是强中更有强手 陈熙连呢 安排刘昌毅 带领军队 从两个方向进攻 先从东路 东方东面攻击 进攻去占领了火车站 这样呢 整个宿州 就是成了奥中自边保卫者 终于没有守住 最后呢 张静武退到一个 现在叫福音堂 就是过去做礼拜的地方 但是最后还是被我们攻击 这样一种 是第一个被我军攻占下的城市 而且这个攻占下来以后呢 改变了整个 淮海战役的发展 毛泽东本来不准备打这么大的仗 后来一看 这个也大 这个苏州一战 卡住咽喉了 国民党首尾不能相顾 他的交通补给线 就金普洛 跟他切断了 张王仲我们手里 所以这样呢 毛泽东决心在这里发动一场 淮海大战 就是大量的歼灭有声力量 这样呢 不仅可以改变中原地区的战况 还可以改变全国的战局 结果这个战争胜利以后呢 也果然实现了当初的战略目标 就是说 他把这个国民党的 我们是60万军队 把国民党的80万军队歼灭了 这是军事上的奇迹 曾经引起了斯大林的这个战畔 这个战役还有一个特点 是最能体现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史上的一次战役 作为当时的淮海战役的主战场 在这个主战场 这个战争的背后 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故事呢 为了扩大淮海战役的成果 就组织了一个总纤维 总纤维就是全面指挥淮海战役 总纤维呢 由五个人组成 他们五个人就在 苏州的萧县 一个叫蔡瓦的这个村子 开了一次前提工作 这个战争的结果 导致了蒋介石下业 华谷战役之后 蒋介石宣布下业 让李总人代理总统 这个对全国的震动 那是非常大的 最后华谷战役战的阶段 顾民党可以说是抽胎被除 那个丙败如闪刀 顾民党本来据记有差 他们最后呢 没有吃到 被我们家在 就是十几公里一个小犬里边 几十万军队 那吃没有吃的 蒋介石就空投 但是呢 我们有搞事报 有什么东西 他一丢就丢到几万人阵级 丢那个鸡少 少部分丢到顾民党 那个军队里边呢 他们就开始强 结果强的一种点 就自己打死了好多人 那么粮食 那个特别 空投的很少 他们就煮了 就麻油油线 还没能煮出来 食品饿的 跟他等了 等那个食品 就跟他砍那个墙 不熟悉食杆齿过去打死锥 但是食品后来就不关他的旧枪 他也不能走大 大死锥打仗呢 后来食品一抢 这党官一看不行 哎我也抢吧 就他也带头抢起来了 最后就乱作一团 这边解放军呢 就采取拱命 说这个福罗的这个局面呢 就是非常有戏剧性 他就化了妆 魔案毁 传了普通食品的副妆 跟人逃跑了 跑到小县 后来小县呢 党的老百姓 觉悟非常高 他碰到一个农民 他赶紧地上一块紧戒指 哎呦老响 你拿走吧 你拜职场 我们走了 可以再吃一个我们 他说好好好 他党是不敢说 有没有那人手里有抢 回去一会就跑到指挥部去报告 指挥部去报告 报告呢 党是那个党地指挥部的 也就是个派长联系之类的 还挺少带副了 然后带来了 一带来看看呢 这就有人穿的是 普通食品的衣服 但是看着白白胖胖的 那个连回都是抹上去的 还有呢 那个有一个问 叫什么名的 有人说 我是军事处长高威宁 他就看着一会呢 从宝里面逃出一个牛肉感 一会逃出一包响眼 他一看着响眼 非常高级的 他觉得游戏 这个人绝不是个军事处长 一般瞅不了这个眼 那是一个大货席 是井桥的派克大货席 是美国进口的 但是也没估计了 是杜宇明 这是宗智会啊 后来 他就管了个地方 管了又给了一点东西吃 过一会 这个出来了 让他们管在那边 一听说 哎呦 那个老文明自杀了 他一进去看看 满脸都是写 倒在地上 好像不动了 他因为我们很有气 那是爪死了 然后呢 赶紧给他救过来 洗一脸 你到底是谁 我们已经知道了 有位早日已经认出来了 他说我就是杜宇明 这时候才承认的 好了 感谢收看本周的旧文青说 也再一次谢谢 燕老师做口我们的演播室 咱们下周统一时间 不见不散 他的二伯呢 在家里主寺 然后呢 就用传统文化 所以李淑彤呢 一边是受到这个 佛教的这个侵染吧 另外呢 在传统文化方面呢 有一个